香港有段時間經常被人指紙醉金迷 只向錢看 文化冷感 文化沙漠 政治冷感 批評一段時間 又沒有人投票 投票率低 文化沙漠 甚麼都不理 只顧賺錢 有飯吃就可以了 現在有些人很熱衷地對政治有興趣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為何他對政治有興趣 可能他很想香港社會好些 或者他們很想多些人知道他們在做甚麼 現在又不好 事情都太政治化了 其實我覺得這是生態的問題 有一群人很不理 到他們知道多些 要知道多些便理會多些 其實我不相信 我估計到十多年後 大家會開始比較平靜一點 因為已經沒有去到一個比較熱衷的位置 到會慢慢冷淡一點 如果大家有看西方社會留意他們的政治 可能都是這樣 有一群六七十年代很關心政局的美國人 他們要佔一些很關心 但其實現在 你問他們是否這麼熱衷去搞政治 可能都是平淡一點 他們是否這麼熱衷了 我覺得這次的ワーク 對自己在一起 你不停留意 那麼就不是 這次的單位是 那次的單位是 你不停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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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